大盤今天开高走高 收最高大涨了124点 为什么说大涨 因为今天收盘指数18119 距离历史新高18619 刚好不偏不倚 差500点 外资在我们即将封关的 剩下五个交易日 今天居然现货买了127.4亿元 而且期货还是维持多单 目前多单还有3375口 搭配投信连迈了四天 今天也回来了 玉堂先请教您 外资对于台股的看法 比内资更积极吗 今年外资对于台股过年 看法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从以往来讲 有时候外资会留一些空单 作为作为一个避险 因为毕竟这个长时间没交易 但是你看哦 在目前为止 因为已经快接近农历 农历的一个风光 他还是维持在这个小幅度的一个 进多单 这代表什么 代表他的心态是很乐观的 他不用说这个 这个未来行情会怎样很害怕 我要留很多空单 你还记得上一波 那时候压低节上 留了两万多口空单吗 这是没有 他现在都还有三千多口的一个多单 所以他代表说 外资在这个地方 没有说要强烈的一个做避险的动作 所以代表对于年后的行情 他是比较正面去看 好 外资对于年后的行情 看法是比较正面的 如果他在接下来这个多单 可以慢慢的在往上增加近万口 对于过年 我们是不是也能比较安心一点点 那外资最近在卡位哪一些个股 居民老师紧急上台来 先看外资今天 买超前十名 第一名竟然是长荣航 这黑头发外资还是黄头发外资 我看起来觉得比较像黑头发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其实这个买超都不是连续的 而且长荣航来看的话 其实这个结束罢工 这个消息 但是一个短期的利空结束 对不对 可是你如果是调高这个机师的薪水的话 其实成本是增加 而且影响到长荣航 最重要的就是航空类股 它的最大成本就是原油的价格 原油过去的一个月的时间 大概从大概已经涨了一成 所以其实成本是提高的 那换句话讲 这个外资的买超 我们就当做短线买盘试支 可能明天就有隔日冲 而且今天来看的话 其实公司也不强 所以如果有冲高就暂时不追价 当做短线的这个外资操作就好了 我问你 现在如果还在亏损的阶段 要不要干脆 因为目前眼前最大的利空测试 大概就这样子了嘛 今天的涨幅也没有超过半根的停板 要不要干脆换股操作 今天跳起来应该就是减少亏损 出场的一个机会了 换其他个股可能速度会更快 好那华航看一下 因为今天外资卖长荣航 但没有卖华航 华航今天涨这样子 最近大家会说那长荣航 有一点点纠纷 那华航会不会坐享其成 但反弹也只有这样 也没什么特别谈嘛 所以华航现在如果 而且他形态看起来 好像比长荣航还更弱 所以油价上涨 其实对长荣航 华航来看的话 都不是什么大的利多 还是要留意下成本的压力 好所以长荣航外资卖超第一名 小心明天的隔日冲 今天外资还买了那些这些 大部分就是元大台湾50 以及它的相关成分股 但是外资买台积店 看一下今天外资卖超第一名 同样晶圆双雄的联电 外资卖了两万七千多张 上个礼拜被intel 扫酒台虹味的这个利通 还没有解除吗 警报还没有解除吗 其实可以观察一下 就是说之前这个买了四天 那这两天卖的 感觉上是差不多了 就是说这个四天 这个买的已经把它卖掉了 所以我觉得等到这个地方 应该50块以下 就不太需要杀地了 有没有破底的危机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 因为其实这有点土洋对作 因为国内的投信是在买超他 所以呢看起来就说 因为他跟intel的合作 其实理论上来讲对他是利多 只是intel的股价大跌 他被拖累 为什么呢 因为intel跟联电的合作 联电本来没有12奈米的这个东西 如果他跟这个intel合作的话 他等于是多了一块产品 所以对联电来看长期是利多 但没有那么快 可能影响他比较大的 应该是成熟自成这个区块 所以后续还是要看这个成熟自成的景气 不过以这个投信那个买超来看 但有一部分是属于这个高股型的ETF 就持续买超 那来到这个地方 因为有投信连续的买超 大概五十块以下下跌的空间也不大 因为成熟自成最差的状况 大概也过去了 那现在就等他景气回温股价才有机会往上 好就是联电的操作策略 听我给您做参考 景气回温哪一些春江水暖压先知 这个礼拜有很多的法事会 还有美国的超级财报 我先问新春开红盘 过去的经验 好多老师为我们做了整理了 开红盘之后的五天 甚至二十天 涨率都相对的比较高 这次有没有机会复制过去的经验 我觉得机会很高 但我们当然要分析一下 为什么开红盘容易涨 为什么容易涨 这个就是一个 为什么他也总是有个理由 为什么开红盘容易涨 但这个涨率的部分 大家可以自己参考 比如说开红盘涨率是七十五个percent 这是统计过去二十年 然后大概是零点六个percent的涨幅 而且如果说第一天进场 持有十天 持有六十天 上涨的几率也都七成以上 而且平均的涨幅越涨越多 那为什么这个开红盘容易涨 而且呢 可能开红盘之后一段时间 还是容易涨 简单讲就是二月份三月份 看起来容易涨的感觉 就是统计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吧 那分析起来有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就做梦行情还在持续 因为年底是做梦行情 年初继续做梦 没有营收没有财报 对这就提到财报的空装期 当然营收如果不好 大家可以推给这个过年 过年的话工作时间变少 什么事情都推给过年 然后年报三月三十一号才要公布 而且就算公布去年不好 也没有关系 一月已经是过去式 那是过去式 我们最坏已经过去了 所以那也可以当作利多解读 那第一季才是丑媳妇要见公婆 那个是五月十五号的事情 还早嘛 所以简单讲这段时间 就是过完农历年了 开红盘到这个可能一两个月时间 对多头来讲都是有利 因为都还在做梦 然后空窗期 你也没办法检验 那最重要应该是投资人的心态 为什么投资人心态 我们先来分里面几个这个参与者 先谈法人好了 好 法人有外资跟这个投信 对不对 那自行商我们就不谈 因为自行商有些避险操作 那个就不谈 那外资跟这个投信 大家去想想看 我们会担心说这个农历 比如说九天十天的假期 那会有这个国际股市的波动 那我问你 投信跟外资会不会担心 不会 他不会担心 跌大家一起跌 我跌你也跌 所以我怎么好怕 我该持有多少股票 我就持有多少 我看好哪个产业 我就买什么产业 所以基本上来讲 没什么好怕的 因为这是比相对绩效 那ETF的话 那个就更不用管 对不对 就是该买什么就买什么 所以法人部分基本上来讲 他是中性的 农历年之后涨或跌跟他无关 那现在问题来了 散户跟大户 大户担心的是什么 我们先讲散户 散户会想什么 放了九天十天 我手上报股票 万一这几天 我边玩边看美股 那不是很痛苦吗 你会担心下跌 那所以你一般来讲散户会这样的 我先卖一些 或者我就减少交易 因为我万一买了以后套牢 我可能又要报过年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成交量减少 主要是因为散户的心态的关系 因为他比较保守 那农历年这一件 我大概尽量减少持股 或者我只有原来的长期持股 我短信操作就变少了 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整体部分应该是下降的 可以理解 对 那大户呢 大户想法就不太一样 散户手上三张五张 对 担心的要命 大户三千张五千张五万张 他都不怕 你三千张三张五张在怕什么 不太一样的地方嘛 这简单讲是什么 大户会想什么 第一个就说这几天的长假 如果散户 我手上五张 我卖个一半 我卖个两张三张 我还有两三张嘛 对 这可能散户可以这样做 可是大户手上三五万张 我怎么卖 我可以卖个两三万张 然后呢 我年后再把它买回来 那不是自己踩自己嘛 我卖就跌下去 我买就追上去 所以大户绝对不可能 就是说我这个这个 我看好的 我把它卖掉 那年后把它买回来 这绝对不可能 所以你意思说三种投资人 法人大户没在怕的 最担心的是散户 也因此能够刺激开红盘 上涨的几率 而且大户可能会反向操作 我趁着你散户 在害怕的时候 我把它买上去 我先拉开 比如说我先拉一支成本起来 假设就是他有控制力 就是我大部分的股票 我往上拉 拉一支停板 假设这段时间 有发生什么事情 开红盘是跌的 我就不怕了 因为我先拉起来了嘛 所以呢 其实大户的想法 反而既然我不会卖 我干脆买好了 我手上已经三万张 我再花三千张 把它买上去 不是更好 反正你们都不买 没关系 我就买三千张起来 等到这个农历年之后 你追了之后 我就把多买的三千张给你 所以有很多 你如果年前没有卡位 你可能就追到年后之后 对 这是大户的心 大户心态跟散户 心态绝对不一样 所以你要去想 通常在廉价之前 反而他容易量缩上涨 很多情况都是如此 你就看到这个廉价 不管是之前的什么清明廉价 你是要看到中秋廉价 廉价之前四五天 那反而节前容易涨 而且呢 节后容易 就是廉价之后容易涨的 这廉价之前就会先涨 因为反正我大户都在手上 你散户都卖掉就算了 我就干脆直接往上拉就好了 好 我们知道了 开红盘之后容易涨的原因 以及在过年之前 到底这些口袋深的 把人跟大户在想什么 我们要从散户的姿态去做大户的思维 来 这个礼拜有很多的重要财报 重要的法说 现在大户在想什么 其实大户在想 第一个就是看国际股市 因为这个美股的财报还是很重要 第二个就是台北股市 也非常多的科技股要法说 重量级的 对 那所以我们会去观察一下 那当然我们也是在这段时间 也是观察一下 这个美国的超级财报 比如说呢 最近开始的话 其实从这礼拜开始 包括美超围像MD Skyworld 那微软谷歌 高通三星 苹果亚马逊跟Meta 这几家大概是 都是跟这个AI有关 这些股价波动 可能都会很大 因为这股价都是历史新高 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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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能要有非常历史 长经验的财报跟财测 所以这个财报公布就很重要 因为财报公布 你的位阶很高的话 那第一个财报 有没有出现预期中的利多 对 万一这个出来 我完全不如预期 那就昏倒 但我觉得这个机会不大 就是符合预期的机会比较大 甚至于高预期的机会大 因为目前市场上的这个需求很强 可是股价反应倒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涨多 他整理的话 你不能说出现一个V转 那就很难看 就是高档震荡整理是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大概这段时间要观察一下 美国这些超级财报 尤其跟AI有关的 他都已经涨了那么多 那后面的股价反应很重要 另外位阶比较低 就没有创历史新高 像高通 苹果目前手机的景气 我们是要观察 因为这跟消费型电子的景气有关 如果他们都起来的话 那台积电就更好 因为AI已经很好 你这手机再起来的话 那就更好 另外AI手机也是目前高通 跟苹果布局的重点 那所以AI手机 这有没有什么一些这个展望跟题材 好 这是美国股市的部分 我们就盯着看 尤其是股价反应 那另外呢 这个台湾科技股的一些法说 我想这礼拜也非常多 那当然跟半导体有关的 记忆体有关的 就是望宏跟利成 那当然第一个观察记忆体的景气 第二个就是AI的布局 比如说望宏有跟IBM合作 边缘运算的AI 那我们就看他的布局 可能对股价会有些激烈的作用 那利成本来就是记忆体封测的大厂 也有HBM的订单 所以也是一样 这个所有的产业都会往AI的方向来做发展 所以这两家公司也留意一下 他的跟AI的关系 那另外面板来看的话 友达 但最近群创是长得蛮多的 那友达一样是观察这个面板的景气 看这个友达怎么说 另外其实面板在做转型 就是一些新品 包括这个mini类、micro类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转型 比如说往车用方向转型 这个不只是友达 群创这两家公司都在做 因为你单纯做面板 想象空间不大 一定是往别的地方转型 对股价才有激烈的作用 那另外联电的部分 但最近是被这个intel拖累很惨 这个成熟制程的景气如何 另外跟intel的合作 我还是觉得 其实外资对联电的看法 倒没有那么悲观 雖然你看到这个外资卖超 不过可能比较偏向短线 他认为其实这是一个新的 新的产品进来 那intel需要跟联电合作 因为什么 因为他不会跟台积电合作 先进制程是跟台积电竞争 那我所有的精力花在先进制程 或者是说我所有的精力 花在这个晶片的制造 跟AMD竞争 我没有余力去做十二奈米 这一定交给联电 对那所以其实对联电来看的话 长期来看是利多 但短期要发酵 还需要时间 这可能就观察一下 联电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机会透过法说往上涨 另外联发科最近股价也拉回嘛 那当然我们还是观察一下 他的相关晶片 像AIPC AI手机 另外呢 Wi-Fi也是他今年的一个重点 是好 这是要教大家怎么样站在散户的姿态 去揣测法人的心态 那法人最近在做什么 我们实际以最近投信在布局 哪一些个股 有机会抱着抱着 过完年之后坐享其成 对那当然这个抱股过年 然后去想一下 因为大户法人 他们动态我们不知道 那投信就比较明显 所以我们就选择 这个投信买超的个股 那有配合基本面 另外呢 没有涨很多的 涨很多可能就 就可能涨多了嘛 所以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就是 原泰 原泰主要是彩色电子阅读书 这个阅读器开始换机了 最新为什么 原泰投信又把他买回来 原泰最新慢慢热起来 因为他本来第二季的景气 就开始回溫 那看起来 本来第二季要开始涨 但是呢 现在很多股票涨多了嘛 那干脆先布局他 所以他过去第二季 都是他的主场 应该是说 原来预估今年第二季 景气会开始回溫 去年在清库存 所以库存的情况下 股价是整理 现在来看的话 开始这个先卡位 先这个琢磨 因为反正第二季有机会涨 干脆先布局一些 我们时间拉长一点 原泰在过去 很夯曾经到两百四十一块钱 这已经是去年中旬的事情了 现在要挑战 第一个平台在这边 第二个是前波的高点 现在卡位要掌握什么的节奏 我觉得他是要有拉回 接近这个景线 或缺口去附近就可以买 因为但是不要追高 因为怎么讲 他的股性是比较温的 所以冲上去追容易短线套牢 但是有拉回是可以留意 那我们回到他这个基本面身上 因为第一个就是换机潮 第二个就是电子货架标签 这每家都在用 那未来迎三到四年的这个装置期 预估年复合成长率有接近三成 所以他的一个成长性很高 因为各家都要用 Walmart这些亚马逊都会用这些电子货家标签 你看这个投信才连续四天的买超 买超两千多张 所以刚买 那位阶不高 利用拉回的时候可以买 但股性温吞 所以冲高不追 好 加登的题材 加登也是你看一下投信是连四买 才刚刚买 买四天而已 另外呢 他主要是EUV光照核 四占率百分之八十 那今年的话 台积电重点是三奈米 EUV的光照层数是二十三到二十四成 所以需求量会比七奈米 大概增加八倍 所以呢 越高阶制程 相关一些供应链都可以注意 那跟台积电合作 2.5D到3D的先进风中的载具 所以呢 股价来看的话 也是经过整理开始慢慢转强 这个投信刚刚买 这个有拉回是最好的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拉回到这附近 是可以考虑分批成接 OK 谢谢加登 来下一档新日新 新日新呢 这个之前专家有介绍过 他主要是这个全新iPad的 这个巧控键盘在放量 但这个键盘 等于是新的东西 就是开始在这个 有出货的一个动作 另外呢 他已经供货给面板可折叠的 这个笔电 那当然了 折叠机是还没有做 预估最快是下半年 所以他也比较像想象 富士达跟赵立是已经在做了 他是没有 但是呢 投信来看的话 反正富士达已经长那么多了 而且赵立也长那么多 然后呢 这是别家投信买的 他们都有绩效 所以我干脆买加速档 我猜是应该不同的投信 来来最近 尤其今天刚刚突破的前波高点 其实这个感觉上135附近 这个平台区突破 只要这个地方不破 应该还有机会持续往上攻 这种卡会怎么卡 大概就沿着五天线 因为他短线走强 而且有投信的买超 看起来又是量价配合还不错 这算短线的强势股 所以五天线没有破 大概接近五天线就可以切入 所以拉回五日均线没有破 然后接近的话就可以介入 对没错 OK好 这新日新来下一档群创 群创来看的话 就今天有个题材 就是去跨入这个面板级的散租型封装 难怪今天投信买超第一名 买了六千多张 对其实投信已经连续买好几天 他已经连续十天买 而且买了五点四万张 而且基本面来看的话 面板报价已经止跌 那今年还有包括这个欧洲杯 美洲杯的足球赛 还有巴黎奥运的这个赛斯 有这个拉货槽 那这个也是新的题材 而且他准备锁定像恩智普 易发半导体 这些IDM大行作 他是跟公园内面合作的 所以这个如果能够取得订单的话 对他来讲 其实大家想一件事情 过去面板是一个景气循环 所以他看的是面板报价 如果他跨入半导体 他用的本益笔 或者他用的一个评价方式 就不会是面板 那这样的话其实对群创是一个蛮大的利多 所以大家去想想 如果是评价改变 那对他 而且你看投信最近买超非常积极 你看这近五天当中 有四天是买超第一名 对 他为什么不去买友达 去买群创 差异不是就在封装吗 所以我觉得 就说这一次的群创 大家去看一下 就是后续的一个发展 如果说他这个扇形的封装 这个有真的有订单的话 他的评价模式会不太一样 所以以后他跟友达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是半导体概念股了 对 那友达我们希望他也是能够往一些转型 所以我们才提到说法说 大家注意一下转型的方向 所以这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整个面板的评价方式 或许从群创开始 会改变他的评价方式 那股价的部分就不会是这个价格 OK 如果股价不会是这个价格 我们时间拉长一点点 最近投信在买 把它撑住 但是并没有把它冲高 就在前波的高点景线 这边持续的滞留 持续的滞留 空手的投资人 现在进场可以掌握什么样的节奏 前波高可能这附近还是有些压力 不过真的突破的话 可能后面空间就大 代表可能接到这个订单 但短线上来讲 五天线是一个参考 不过因为他股本比较大 用五天线可能这个容易破 所以大概可以用十天线当作参考 OK 十天线如果接近十天线 大概就可以就可以分批成接 只要投信的买超持续的话 你接近十天线买应该都相对安全 好了解最后一档 历程 历程的话主要是封测 而且他算是有这个HBM先进封装的订单 就是跟这个AI有关的高频关记忆体 那能够做到封测的话 就要去享受这个AI的本益比 那下半年去准备做这个COAS 所以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题材 另外呢记忆体本身就开始强劲反弹 所以对历程来看的话 有记忆体也加上这个HBM 你看投信也是买超很多 当然这部分来讲有些是也是跟这个高股息ETL有关 不过形态上来讲 应该算是这一波封测族群里面最强之一 因为像台新科更强 但股价来看的话 当然这个我觉得股价是有机会去挑战前高 所以有拉回啊 五天线或十天线 因为这比较不一定 因为便宁钱包固定 有可能稍微做拉回 但是呢 如果说比较安全的话 你就可以沿着这个十天线 十天线没有跌破的话 接近十天线就可以站在买方 那毕竟来讲有AI的题材 有记忆体的题材 这双重题材之下 我想历程的空间 应该还是有这个想象空间 了解 好谢谢君明老师请回座了 君明老师预告了这个礼拜 恐怕行情都会像今天一样 价格量不同掉 价持续的往上探高一点 探高一点量出不来 但是明天过后会不会有新的光景呢 因为金主还有现在的丙种要关账咯 结账的卖压没有了 所以现在猪场要换人了吗 有机会从持续窜高的台积电 换到一些中小型股吗 如果今天已经告诉您 中小型股跑得快 那我们要怎么追 休息一下 玉堂告诉您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